没有人看哪,就看那个足运,在足运发达,就是它足运,确实这是一个人的小区,它抓着石头,就是说它足运发达是说明它,因为它是很硬的,它足运发达它年龄越长,它在海里面回来回去的岁,它这个刺激不一样,不一样大,而国内它没有超级超乱的情况, 因为比如说那个潮水来了以后,它要滚,所以说它的池子里是没有超级超乱的,